字幕制作 李宗盛 智孟登 李宗盛 哲宗盛 香港人網 音樂癖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橋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我的新歌 梓妹濤 你我共撐一把雨傘 观看旁人吹三 问承受变幻 有几难 沿路唏嘘地探 人每日上班 已没关不惯 路始终要走 直到天晚 我觉得每一个十年都会有那个年代的朋友歌 比如我们很小的时候会有共情 然后大概十年前就会有twins的情歌 来到今时今日又觉得好像这一类的歌很欠奉 很多都是情歌或者里面有很多控诉的歌 于是就有这个idea想叫监制做一首歌 冷冬又会面 亦会像初上色那天 能污名手努电 人情多数善变 梦想亦沉淀 思门谁可恋 无色的面线 但发现那么契与言 绝非肤浅 等得到良好起点 姐妹唱在怀面 哪怕又转眼十年 姐妹图里面的歌词 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 譬如里面有提到 等朋友跟我聊天 等到尾班车都开了 都还跟我聊天 那这些画面 我想对很多女生来说 都是有发生过的一些生活上的事 这首歌里面最有趣的idea 就是老板阿萧生 提出真的想找我的姐妹一起唱 那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version 是里面的和音 是我的姐妹来的 愿他若会见 尝试怕错想识照片 流流淌淑自然 情人多数善变 甚少被怀念 反而每天 得时每挂欠 就等待实现 让往后数十九几年 互相仮面 珍惜结伴留下的照念 就像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我是雨桥 香港人网 敢说最好听 我是赵石芝 郭博士答客文 开始 开始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网友好 今晚的酒色才气又开始 我是大猫 和我们的郭博士 今晚会回答各位网友的问题 郭博士 有一点私人点的问题 有网友问你 早几天听到郭博士 你的妈妈过了身 请问这个消息是否真的 妈妈九十多岁 他二十年前中了风 我们都延长了洗手 所以他九十多岁 我们都离世 当一个生日会搞的 我们的程序已经做了 但是我们没有设灵堂在殯儀馆 一个比较新的仪式 是我自己设计 我们从医院一到火葬场 没有了殯儀馆 我拍的 但是我们在中原节 我们有一个追思大会 另外火发后 我们在十月一日 国庆 就会在海上 灑妈妈咪鸡灰 到时我们会发通告 如果有些网友有空 可以来参加 看看一个很新的仪式 但如果这样做 对环保也有益 又不用浪费资源 又令到这个亲友 在那个亲人死的时候 就没有很多仇私 也没有哀伤感 最重要的是 省了很多钱 你没有在殯儀馆那一部分 也不用大家在这里 也不开心 但是我们都不够 墨西哥很厉害 墨西哥就是一个家联华会 但我也希望 帮我妈妈做了一个生日会 多谢网友关心 这个正常 我继续回答这些问题 好 你给我看下那些亲友的问题 写下 我会一直留意网上的消息 那你现在先有什么问题 我会先说 我会先说 我们走色财 都是先说钱 因为网友对处理金钱 我都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很显示个人的问题 如果个人问题 你都没处理得好 你说其他 就离开了本分 就不是我的作风 那一般人最好 在世间 就尽量和朋友 有借钱的交往 但是朋友来往 有时候有问题 你应该帮他 那我个人的经验 就给大家分享 我就不用借钱给朋友 就要我借到 你有机会 你还给我 你可以不限定 你什么时候还 因为我借给你 我算是没错的 但最重要 我知道你借那笔钱 如何用途 譬如说 你有 一件事搞不定 要过关的 我借了一笔钱 不影响我的话 我会帮他 但有些人 如果说他 老婆生孩子 妈妈在医院没有钱 最好开张支票给医院 开张支票给医院 你能给我就当多了 你不还给我 你跟他说清楚 你说这笔钱 就当借给你 但不限制你时间还 你认为松动 你就还给他 有一个好处 第一 你不会伤感情 第二 你有能力之下帮人 我曾经试过 很多时候 有一笔支票 我太太问我 为什么 每个人拿票 对了都不要 我叫我太太烦 整个提 我说你在保险箱 拿出来 我放火烧了 但后来 如果你有十个人不还钱 有十个人借钱 有九个不还钱 有个人有朝一日记得你 你都富贵 我自己试过一件事 曾经帮那个人 他十几年后来找我 他就说 很多谢你以前帮过我 现在我在马洛西亚 马哈迪已经签了名 有个股票 你买点 我说 我说 我说不知股票是什么 我问香港兵 我问你 我多你 你和我看看是什么 我说这些东西不动 原来他们为了 一个巫统基金 籌款去竞选总理 就要打起股票 我帮过的人 就告诉我 写一张纸给他 我 后来 香港兵的老板 赚了一大钱 我就买了 买了 我的学生 他做一把手 我会封印 我说 我师傅买得一个 都不要走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照买得 两个金钱 一个月 就变了十个零多 所以世间 有时你量到大 既然你帮了个朋友 他 你就不需要叫他还钱 你有就给我 没有就算了 这个是钱的问题 以前有个网友 问过我 你经常说 那些男人 如何应付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用什么态度呢 女士呢 最重要 你真的要学会 自己和自己交朋友 在英国 如果上学 去中学时间 第一堂就教的 就说 你不可以去你的快乐 不可以依靠外面的人给你 因为女士呢 他多数的把感情 看得很重 你身边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先生 你开心 他不开心 他会影响你 那就很危险的 所以他第一课 就教女学生 你学会自己和自己交朋友 因为你永远自己 不会欺骗自己 此其一 此其二 现在这个世界 就有很多 那些成女 有些成女 就很强项 她是不介意的 但有些人 心灵很脆弱 父母兄弟 姐妹 亲戚朋友 好像嫁不去 很难过 这个全部是错的 在世界上 有些学者 曾经做了一个研究 人呢 独身那种人 是比较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 才去独身生活的 如果你情况许可 比较瀟灑的人 好像我们现在 都不是有没有娶老婆 都走回来 最好是四季老婆 你有些女士 自由身的 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生活 很多事情追求 和古代不同 这个当然 是的 另外呢 就是说 今天呢 就不讲那个 离世的艺术 因为离世 就是一个人 消世 死亡的艺术 很多年 我原本讲的 但是香港的人呢 没有这样的条件 讲些话 所以今天都保留不讲 因为那个很深入学问 我们讲回 因为有很多网友 他都有学过那个 暴行禅 暴行禅呢 在文字上 我写不到 今天我提供大家 脚一落 最好用个脚端落 先 脚端沾一碰地 然后再到脚板落地 在暴行禅 因为脚端那里有个位 是很厉害的 可以通透我们人的大脑 你一碰到地下 才下去 这个暴行禅呢 平时都可以做的嘛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 你念那篇触文 到你开大脑的思维呢 你的身体不健康 不够用的 就像以前古代那个 在少林寺 你学那个大力英 那个金刚爪弓呢 你一定会修蝉的嘛 如果你不修蝉 终和回去呢 你没有那个心法呢 你会吃亏的 有另外一个问题的 但那篇触文呢 它的利害在哪里呢 整篇触文呢 是一个有特别的洗心術 在这里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早上起床 你会洗臉 梳头 整理 到你出去工作 到晚上回家 你会洗澡 洗头 洗臉 洗臉 但你没有洗心的 那你每月出去上班 在这个社会 每天听到 看到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听到新闻 又有些不开心的东西 或者又和别人有些磨擦 那你的心情是很不美的 但你不会洗心的嘛 所以我那篇触文呢 如果你睡觉前点一片 就要洗心的 是一个洗心術 其实要补充 就是为什么我会讲首飾才气呢 是一个很不简单的节目 那些人说什么 讲佛讲道 讲哲学家讲性 那些只有讲字而已 但是你是不能应付世间的 如果能应付世间的话 不够用的 我当然不能说他们不对 他们在理论上是OK的 理论上是怎样的呢 比如举个例子 举例是有些启示的 比如说有一天 有个学者 过街道 坐船上 就和那个 骤船聊天 你懂不懂计数 他说不懂计数 那你懂不懂计数 那你懂不懂计数 那你很淡 那就差不多 新人凶白死了 直接看不起 后来那些浪 那些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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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不懂游水 他不识 就是说他们即死 他说我不懂计数,没有读过书 他说我生命,玩完一生,什么都没有 但你不懂游泳,即死 所以世间就不是说 好像以前我们有个朋友,有个学生 跟徐顾文集码 徐顾文说 你不用说话,我大学生毕业很串 我学生就出来狡猾 又做过武士 他说,徐先生,我今天开始 我一定可以学到你学的东西 我给你时间 但我经历了十几年的江湖上 徐顾文一身人学不懂 你坐过牢吗? 你试过被人用刀杭住怎么解围吗? 这个世界不是说你读两年书 这么简单 但如果走息才气 大家对走息才气有认识 怎样去处理 怎样可以避免呢?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智慧 因为当年我们中国都有些族语 小隐隐以三立 中隐隐以朝 他是一个大的修行人 他在朝廷特意做官 他让他的权力可以救到很多人 帮到很多人 就算他做个愿官 他也可以保一方平安 如果他是一个有修为的人 大隐隐以示的 在市集里 你不知道 我也是在学习这件事 所以我大隐隐以示的 我和光同神在世间做很多运作 做了一些人不知道 这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逐家人 当然你少隐隐以三立 不就是说你做和尚做道士 你买在山上 那当然容易一点 但是你入世就不容易 另外要回答一个网友问题 我们以前说过有些中国的同胞 住在山洞上面 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搬下来 他又走回上去 我们最后的方法 我们在我们建的一条酸道 建一个水塔 搞了一条水喉 就给一笔钱 一对年轻的住山洞的夫妇 下来 下来他住 他们亲戚来探他 他看到 不用担水 因为他一担水的时候 他就感觉很讨厌 因为你担一个几两个小时上山 下来又一个小时 他就感觉 他那个卡玛就松了 他自己讨厌他心 就问他 我们后来设计了 要田方申请的 田方又要收一元人民币 带田方 申请又给五元人民币 以前就不用付钱 不用搬下来 他也不下来 等他下来担商的时候 就挑起了他的联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就担水了 原来在这里不用担水 之后就 过了 几个月之后 很多人很多人 就逐次搬下来 当年我们解决这个山洞人 搬下山的方法 做一个水者 又自来水 就一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 我现在就在九月份 有些网友捐了钱 赞助我们送 那些儿童百科传书去山区 我们在蒙古 在内蒙古 有三个城市 就联手做 就是我们 整体去做的 总数呢 我们要用五百多万 现在那些 我们被打卡结缘 我们已经有预算 如果到时 我们会发通告 还有 四川港安 我们有个活动 如果网友有兴趣参加 就可以报名 那那个旅费就是 你们给机票钱 我们食宿 我们自己的学会 就赞助出来 我们也不用政府钱 我们每次回中国做事 政府请我们 那个住宿 我们都不要的 就是都不要他们的 那么 今天我们的标题 就是拉布之后 拉布之后 怎么办呢 拉布之后 就是说 我们远赌复书 就是出来玩政治 以后的人 应该是有风度的 那么你整班大壮 那么多人 就是入立法会 那么你的大律师呢 就是其实是一个 很畸形的行业 他读完书 考完市 挂过牌 那么自己不可以接生意 大律师不可以自己接生意 要靠一些傻子 照生意回来给你 那么他每天上班下班 他来来去 在那三几百尺的房间里面 是对着那群拉布的 除了知道 世间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大慌止意 那么你就被曾育成主席 人家找到个例子 立刻拍板 收工 那你就沿途服输了 倒得起 输得起 但是有一个坏的效果 曾先生他没有想到 你虽然可以表面停止了拉布 过了那个替补机制 但是他将那个 泛民主党派的势力 现在大家看到是凝聚了 他们走在一起 跟着你那些抽水民主党 就是李卓人之流 你就是乞业 尤其是李卓人这个特别乞业 天天抽那个 李黄洋水 一会儿我先戒 李黄洋很古怪的一件事 天天抽水 黄毓品先生说提出 坦克国真特首 他们是不搞 到最后自己的抽水 所以九月份 人民力量的兄弟 真的要针对一两个人 不要扯散子鱼 比如民主党 哪个最老土的落台 你要针对去追击他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他现在自己是 说人家搞拉布自己搞 但是我们不可以怪人家 拍板停了你 你会缘到复书 你会疏忽 整个疫情你都没看清楚 看不到盲点 被人家 装到你弹弓 什么都好 但是他们傻的 那天其实很容易留会 因为上帝不保佑他们 如果上帝保佑 在他的立法会开会前 半个钟头 或者一个钟头 有几条路 陷阱有几个车 撞车停了 那就留会了 没有人去到立法会 上帝没有保佑 有保佑就会有什么现象 很简单 因为立法会有几条路 前后山顶下来 东西线 一个港落道中 一个德府道中 有车禍就收工了 如果上帝保佑多多车禍 在隧道口就更加收工 开不成会就收工了 不需要千多人分在街上 好了 补充一些东西 就是说 我有个下面的人 我叫他贴的 投车牌那里 是我叫他贴的 贴出来 不是演戏 如果演戏就早贴了 这些是百十年代的事了 当年当然了 你投个几百万车牌 都不是普通人头 那时候的钱很值钱 因为我叫他姐姐 就做了公益金的筹款主席 他说 小弟小弟 你帮忙 我怎么帮忙 他说今年公益金 那个 因为89年87年 市场都不好 没有人捐钱 他每年都这么多开销 不行 你不要打我心口 我跟你想想 我会记住 想想想 去到那次 去投车牌 我整班人就去了 因为我也有一些车牌 我喜欢的 所以那天我投了一号 三号 89号我都投了 我一见到 乡籍球的儿子 两子爺 他们要投过七号 我这次可以了 但他也中了招 我不自己举手 我叫了 有个姓 做眼镜的 姓关的人帮我举 他到二百万 他说郭山给你举 但他们为什么会输呢 人家在叫五十万 他乡籍球就跳到八五 就是欺负人 叫你的人不要跟我欺负清场 这个所谓非常弱 坐了十万 十万加上 他突然间五十万 拍了一声 百五 咦 谁这么厉害 我接手投到二百多万 三百万 我就装他一下 我又叫那个记者来 我告诉对方 对方说 投了牌 拿出来再买一次 捐出来 他吃不到法谭丸 因为乡籍球是六十年代有钱的人 他们很早有钱的 在香港叫做 很早做房地产 乡籍球 他加上那些 陈德泰 很多大昌那些 很多人 不是大有钱人 也叫做有个钱 很早 他一看上来 他就不认识我 我又不是国家的指责 如果他在这么多记者面前 这样输 就很与 所以他吃不到法谭丸 就给我顶下去 顶到四百七万 他就叫四百八十万 我就不立刻停了 这个就是 我们收集的 智慧学问的修为 因为如果他叫四百八十万 我叫四百九 他也跳过五字 他跳五百万 他未必会跳的 他不跳我就中招 你明白吗 因为他 我一叫四百七 他就四百八 但我就不敢拼下去了 因为我一叫四百九 你叫四百八 就顺口叫 加十万 但我一叫四百九 他一加十万 他就会变五字 就齐头五百万 那时候他会停 他会不叫 他会考虑 所以我一叫四百八 我就立刻停 他接了车牌 但我车牌累死他 因为他是七号车牌 被他投七 所以他投回后 他就走到周围打探 我是什么人 原来他姓香 是我一个 契兄弟的侄 他们乡市的人很少 他输了之后 他觉得他是猜错错误 因为当时八十年代 你四百八十万买个车牌 你找不到车这么贵 他一失人决策错误 后来他将他决策错误 吃不到化痰 这样的书法 你赢就是输 没理由这么傻 帮人把车牌拿回来 我还在市场告诉他 你傻的 就去买个七号 投七投七 投个七回来 后期他把生意 搬到泰国周围 一败涂地 由他决策错误 打极了士气 就是这个事情 是这么重要的 就是那件事 帮了我喵喵家姐 策了策 几大的钱 如果一毛钱都不用拿出来 就是我们的功夫来的 所以让大家看到的事迹 是用得到的 今时今日我都在用这个功夫 好了 稍后回来 我就会说 比较热闹点 就有些 迷你债券出现了 就有那些网友 就问我那个 最近都挺烈满的 李旺扬 李旺扬 李旺扬的问题 李旺扬的问题非常深奥 也是非常复杂 复杂到怎么样 很神奇的 我暂时都不评论 希望一会大家可以 自己去估一估 有个电话 我们有个电话 是2892 7889 欢迎各位网友 勇约打电话 过来问 郭博士的问题 现在热门的 又可以问 或者有些关于 自己的问题 也可以问 欢迎各位网友 打过来 下一部分 我们再说 你债券 其实很早 埋尾 但因为政府的人 失策 不信我说 所以他们 埋不到尾 他们现在说 三分钟 三分钟 为什么埋不到尾 是说当时 曾荫权和整班官员有责任 我以前也说过 我挑战这班人 任志刚 做过财政司班人 陈家强 曾俊华 整班的财金官员 他跟我输 他正在输 为什么会输 这么厉害 他们当然会输 为什么呢 他们是不懂事 他们表面以为懂事 最简单 你看迷你债券 是第一家银行没有中招的 就是恒生 恒生没有 为什么恒生没有事 因为他们出了事 我看恒生没有事 我问他们的总经理 姓柯 姓柯 我说 为什么你这么好 没中招 博士 那些 我看不明白 那些债券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不敢买 他说 我自己看不明白 那些东西 怎么能推出市场买呢 所以他就叫做 怕死 怕死之下 恒生 在迷你债券没有中招 但是基于这样的环境 我一早就给了一个方法 透过汇丰行 老板就寫封信 给曾荫权 因为他们也认识 我告诉他们 我有个师傅姓葛 是有解决方法 即时可以解决 但曾荫权这条 黑衣 看人不起 以为自己聪明 也怕着有聪明人出来 就拍了他们的威信 我找下面办公室的人 就 应酬 我那个学生 我说 CK你不要教了 我这些是香港人的劫数 我也不干预 其实一早他们用的方法 一天之间全部解决 完全 收了工 全部赔钱 所有那些 付资 但有些 炒开的 那些是没有 就不用搞到 吵了整 到现在 都未曾埋到尾 就说 政府他们真的是 无能 一会儿下拍回来说 用什么方法 可以即时解决 有很多好笑的东西 有些人问我 他说 那个在野党 稍后可以再回答 差不多了 下一刻 下一刻再说 下一刻再说 您好我是A-Day Angus 这首是我们A-Day 和选民力量 和嘉林一起合作的 一首新歌叫 《刺安心》 其实这首歌 我们开会的时候 就想做一首 可以代表到 年轻人的心声 住屋的问题 很多人就说 买不到楼 房屋政策 就不知怎样 所以我们就想到 做一首 关于说 居住问题的歌 给《填词人》 和《片刻》的时候 大家的idea都很接近 整个感觉很smooth 大家都很自然地做到出来 谁曾画过 手似抱着外国 安稳会振蓋我 谁曾画过 相处齐心有所 说得未有阻碌 情人想试落 又安安心 听得太热 明途太安 失信并未不多 极有志气 眼泪汗 我们听听家人的demo 好笑女情怀 一首好小品情歌 我们就把个歌词 就写到好似一个女生 一个男生 因为好多男生 每次都画给一个 很安稳的家具 但谁知一次又一次 都令这个女生失望 好 谁曾画过 手似抱 唱外国 安稳会振蓋我 谁曾画过 相处齐心有所说 都未有阻碌 情人想试落 又安安心 听得太热 难度太安 失信并未嫌多 进攻到流河海 得够幸运而一夹 梦想的声音飞过 将百万五段歌 最近一生所缺 总有了也未遂 恭喜我 香港人网 音乐癖好 我是A.B. Angus 郭博士 搭客文 第二部分的节目又回来 之前郭博士 在说迷你债券的问题 弄了很多人都很头痛 但郭博士 你为什么说 很容易解决 有什么这么容易的方法呢 如果不是 那位先生跟我说 他那套东西看不明 都比较难搞的 他一说看不明 我可以了 立刻就可以收工 最简单的 大家网友也可以研究 但因为 有个障碍 他出不了街 当年我也不跟进 这些香港人 结束了 算了 就不要强行跟进 如果我是特首 我会立刻叫有迷你债券那些银行的董事长 叫他带一个CEO来一起来特首府吃饭 不是为迷你债券我谈 不是 当一个例行请我们吃饭 每个人都会有迷你债券 那全部都离开了 所有这些银行 大班 二班 大班 二班 都离开了 都离开了 现在你都知道那些迷你债券风波 现在交到来 有些人投诉 上了来council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怎样拿着 file 全部都是银行家 不要紧 他们都在那里了 黄仁郎不用说声了 你自己拿了他的套 什么来的 究竟 拿了他的债券 捉住中国银行的老板 中经理 下面的中经理 你看看这些什么 他一回答你不了 不明白 你解释了 你们买的什么 你不要动其他银行 你动大陆银行 一回答你不了 郭政司你都听到了 他有连买的东西 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 拿正来做 跟着拿正来做 然后就有ccb的伙计 商业调查科 立刻抓个不家产 回警局 扣留担保 地厅48小时 你不要欲和之银行 一族中资银行 第一是立威 先杀你的不家产共产党 你拿一堆东西出来 买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买什么 舍完鹅片就借你 立刻就抓回去 立刻扣留地厅48小时 在座十几个不家产 坐在那里都害怕 吃饭的时候 过去探口风 喂 喂 不用搞到这样 特首 很严重 不是啊 你买的东西不明白 那council说抓 不是说我说抓 舍完鹅片 你没理由买的东西 你自己都不明白 你怎么卖 不是我说要抓 他的权在那里 立正司 是吧 那个ccb的伙计 你只听他们下个蛋 立刻下个蛋 就叫你回去 自听48个小时 已经震了妈妈的王 然后那群人说 那你想不想我明天公开 现在就不公开 告诉新闻家 你们想好了 你买东西也不行 吃饭的时候 那群人有想法 大佬 你为什么这么复杂 很简单 但是我连这场戏 都不会做 因为你一落后 落到中国银行 那里很厉害 威力 我已经是杀无赦 我老板 我敢动你 这家银行 你别怪我 有证人 律正司 在身边听着你 说不知道人家是什么 你直接回答不了 我给你一份东西看 怎么回答 一会儿是很难看的 转入名词 他拖嘴 中资银行那群人 不够班 凡是中资银行 总经理是大陆派来的 大陆 他不会相信你外人 做总经理的 确实不够班 就立刻 call him 他 detect 48小时 但是不公开 卖报纸截 但给你十几家银行 个人看到人 他们已经害怕 已经收工了 大家想想是否可以做到 不需要说出来的 那些人 那些人害怕被人拘捕 大佬 真是死定的 谁在里面 一天他都捱不了 那些人 又是喝红酒 是不是 扔在臭格 怎么被他捱到呢 好了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快 和你设计呢 他不是自己钱的吗 他银行回回水给你而已 打电话回给大佬 小威不行 现在杀到埋身 不仅仅是个个不懂看的 你还要过扔份给看 你今晚吃饭 吃饭叫你来看 拜托你解释给他听 这些是什么 他真的解释不到的 那就是收工的 是不是 有个人板 立即抓了 轮到你 这些政治技巧 真是很厉害的 这些 黑衣针 水鬼星成王 我还整个人 王怡文出来 宗志王 又说神仙都避不了 我们不是神仙 你现在不是神仙 你这些水鬼星成王 吃光我们香港人间烟火 在分钱 喝红酒喝红酒 有些人扮神仙喝红酒 你现在不吃人间烟火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走出来 声大大 还说不用落 你就是因为任建江 早就说他没了 我们早几集之前说过 挑战他们 这帮财金官员 你跟我输了 礼拜四下了三分钟 一人拿一千元到五千元去投资 你看谁赢 那帮帮人 当年你那些强积金 买了几等大厦收租 现在那些人都富贵 不用你了 不用还要亏了 给你这帮人都抽了水 对不对 你一埋强积金 香港那么多大厦 商业大厦那么多 你全部买一砖头 就算你走去纽约 最旺的曼克顿 买商业大厦 放在那里收租 你都不用亏本 你不赐 你这帮目嘴 你拿着香港的钱 乱闪 你老母 说起火到来 不关我的事 我一个星期找几百万 打个电话 拿些资料给你看 你不信 你不信 出外旅游 环境局长六十次 即是你那几年上班 一年有十一二次出门 每个月出门一次 选择不是假期的 也就是不用做了 学习你老板 好了 出门六十次 考察什么回来 考察完回来就搞省电弹 搞停车息时 搞交代税 搞你老母 没单凌 天路人缘搞到 你一屋嘴周腾华 你早就要收工 陈家强你个乞业傻子强 你老婆说你叫傻子 他自己公开和人说 找我老公做经济师 这些局长都叫没有运行 香港人 又是出门六十次 你搞什么回来 搞到现在香港 搞的衍生工具 没有抽水的 这个赌场 不抽水 香港才有的 你老母 逢是抄这些旗子 旗权 这些什么差事的 灌钩债券 衍生工具 你打多少离印费 拿些钱就去扶贫 傻子强 那些人去六十次出门 又是 那些人说起火都来 你给我拿数码 你阻定 你不要拿着香港人的钱就没有 你责那些人保皇党 那些人还说不用负责人 弹劾他们还说不是 还说很责备这些扑嘴 对不对 这些火都来了 因为共产党让这些人 对不对 共产党丢架 如果这些官员那些人做不了 老实说 我和我朋友商量过了 直接搬了整个上海市那些 各部回来做香港官 就省了几十倍人工 做工作能力比这些扑街 真是钱经官治港 你看那些盲目搞到 政府还扑街 对不对 村贸搞功能组别作怪的 袁绍辉辉辉辉辉 做几十年老官 他们说他不是文化人 网友你告诉家人 民建联民主党那些人信不过 你们东西就只会拿 优惠就只会拿 有旅行就只会去 投票真的不要投给这些人 袁绍辉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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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前 芷绍辉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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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人 须 lived in the States 因为他没有拿钱 要你那些人阻止 搞什么文化组织 文化团体 大家串谋 利性批钱给你之后 才成为资格 政府串谋 练成功能组别 这是公不公道 你弄成香港了农村社会 香港不是农村社会 你自己说的 国际大都市 所有人都只会 你自己有能力看到你那群人造怪 你就自己丟香港人是假的 哪有這麼糟糕的 是不是? 你那群這樣的大狀 你搞什麼呢? 我們不反對你引用法援 為市民爭取權益 你引用法援之前 你也有個往前的私人言訊 你這個珠海大橋會不會輸 沒有把握 去不去 知道的 如果有人去不了輸 那你就不用浪費納稅人的錢 陷阱你點一條婆子 婆子後來自己爆出來 說都不知道搞什麼 你看看哪個傻丫頭 你那些何眾人也一樣 有沒有利用法援 自己拔繩 搞些人家拿法援的錢 淋在那些 paper 收cam 錢 那些全班家產穿櫃桶 是不是? 香港人有什麼不死呢? 九月份 那些小朋友大家通知家人 一定不要投民權連民主黨派票 香港要換馬 是不是? 真的不關我的事 說起是火來的 這個世界怎會搞到這麼糟糕 每個人都只懂得拿政府的錢來扮 拿我們的錢來扮 不然怎會 他去預防也有幾十萬呢? 有網友問我 我原本只是不干擾這些問題 為什麼呢? 我有立場 馮藝斯及中國大陸的司法問題 一定共產黨錯 他放人也錯 因為他整個制度不會出公平的東西 他的制度不能出公平的東西 你不可以說這次放人 你當是對的 我沒有這樣的觀點 總之在中國大陸 任何涉及司法制度走出來的結果 我也是為他錯的 除非共產黨要改制 他沒有一件好事做出來的 只是一件壞事的 和大家分享一些問題 他怎麼流下來是這樣的呢? 嚇一下你啊大貓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 不要說那麼多一句話 我問你回答 世界上最厲害的搜購是用什麼做的? 最厲害的 正常來說 當然是越堅固越好 但好像我聽說不是的 用什麼材料做的? 好像說有種搜購 反而是用最不堅固的材料來做的 你回答不了材料 我回答給你聽 在以前 最近現在還在用的 就是北朝鮮 譬如在中國邊境嫁人回去 北朝鮮的搜購很大 是20公尺的搜購圈 為什麼呢? 他每個人的手掌穿過 一個搜購穿幾十人 就是手掌穿過一條粗的鐵線 拿著幾十人 拉回去 現在正在用 但以前這個搜購 你還沒有死人 以前當年我們見的搜購 就不用放在身上 譬如我拉你的法 如果我放生你 我拿一條鐵手掌 或者鋼的手掌 扣著你 拿鐵鏈扣著你 如果我想拿你的命 我用一張紙 紙的手掌扣著你的手指公 扣著你的手指公 你把紙一裂到 我就會被你打 你意圖逃走 我想拿你的命 所以世界上最危險的手掌 就是用紙手掌 大家很少看到的 為什麼我牽涉到這個問題呢? 就是李旺陽的問題 牽涉到玄機 就是屬於這類的問題 我的立場講清楚 逢在中國共產黨制度之下 司法制度出來 無論你有罪沒有罪 我都會反對 因為這個政府的制度 是混蛋的 永遠出不了公平公正的個案 也更加沒有人有資格 做包青 羽辱無數 但最苛堪是哪一件事呢? 現在很多人 為李旺陽這些人 提出示威 我們尊重 一個人性 或者看見這麼不平的事 但你們有些人忘記了 情場事件 坐五年監 但你們有沒有人和他呼籲過 和情場處謀 現在還在坐牢 他25年 有沒有人為這個人申冤過呢? 那他們出錯出哪裏呢? 那些情場 在共產黨架構 打個工出來 走回中國 拿新聞 他有什麼地雷 你應該在行 對不對? 你找了社科院的人 拿了一些研究資料 拿去賣錢 這是事實來的 他做了什麼 應該沒事的 他應該交代給他 人家 你不要 你有沒有通知你老闆單位 你不要了 我收人家三十萬 報紙賣三十萬 他有些稿費收 我收三十萬 你給我告訴你老闆 有五萬元 預算他單位收 做福利費 你們怎樣處理都可以 那你長穩長有 你在談談 這兩個人家 你把工具搵成鬼鬼祟祟 拿阿公的東西賣 售賣 被人查到 你收人稿費幾十萬 阿公的單位沒有 那你便可以死 如果你長穩長有 他給你一些不等小的東西 似乎機密與不機密之間的東西 亂差不死 他便在分錢 最重要的是 幫你蓋個張型 認數才可以的 國內沒有單位跟你揹拼 你死定了 你無權這樣做,他不會保你 你倆家產拿些資料放給人家燈出來,他就辱你 這些他自己做,出了市之後坐五年牢 吵犬巴閉全香港 你叫他給你一個人坐二十五年牢,你情長有沒有跟人請命過,雷倒他坐二十五年牢 這個不公道 所以我們看世界是很公道的看世界 李黃楊的疑點在哪裡,大家自己看著想 結果我當然知道,但我不說出來 因為涉及很大的機密,也是很深層次的運作 因為他是接受了有線電視訪問才出事 有線電視台在六四之前,這麼敏感 他不只是在五月島接受訪問 在五月島 誰敢批 外面記者進來訪問過政治化 省委都不敢批 就算我做省委宣傳部長 公安聽長,我是不敢批的 有什麼益批你進來訪問,你先說有什麼益 實不好的 我怎麼會批呢 即是說 不是他們這些人,不是他們地方政府有權批 那誰人批呢 你們如果想查清楚要跟著,要跟著那個記者 誰叫你進去,誰叫你做 你都未必知道是誰 好了 既然六四前被你批進去 出了事 例如中國 那些地方政府 在一個監房殺人 不會被你拿到張相片看到 不會說放到張相片,一張直腳不離地,吊頸 如果我要殺個犯 我不用叫他躲頸 你知道嗎 我製造過意外死亡也可以 製造一些囚犯自己,搶洗澡房打架 煽救翻艦死了,堪穿我的頭也可以 所以這個 疑點是非常大的 還有一個根尾 大家都知道香港很多傳媒 已經被人控制了 為什麼出了事之後,每個人都要大挪大鼓呢 可遇 是不是 為何會大挪大鼓呢 嘩,每個人都要吹一聲 很熱鬧,大家看到的 每天都在吵,每天都在報,每天都在報 電視台,賣不多,未試過電視台那麼熱心 那個電視台有報的 尤其是無線 是禁忌來的 我們胡主席又說來香港 他下來報 大家要深思 究竟 是不是 有一個很深層的報局呢 因為我真的是棋手來的 我不會被你表面的現象騙到我的 自前事後這個人物 你的報局 你希望我看到什麼 夠了嗎 明白 你希望你給我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你是不是希望拿我的反應 他當然有動機 在這個時間殺這個人 他有什麼得益呢 這個敏感時間 會不會在現在租下你呢 但是為什麼可以去大羅大館呢 為什麼會批你進來做訪問呢 是沒有權批的 有權不敢批的 批不了的 你訪問一個政治犯的說笑 在共產黨國家 所以大家都 都很厲害 所以整件事好像很不合理 有很多東西都 另外呢 就是說 他在中國 舉個例子 發展到今時今日 就是講一些常識 在以前 大家想起很惆悵 我們二十八十年代初後 初期 七十年代末期 有一個美國仔和俄羅斯仔 回去中國北京 讀書 放假那天和一個中國的同學 逛街 逛逛街 中國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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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就說 等一會 有產賣 我去排隊 美國 來中國讀書的 美國的學生就說 什麼叫做排隊 蘇聯的學生就問 什麼叫做產 代表了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美國學生是資本主義 他知道什麼叫做產 他不知道什麼叫排隊 中國呢 蘇聯還撲街 為什麼 他連產都不知道 因為他知道什麼叫排隊 他不知道什麼叫產 他就沒見過 當年我在蘇聯工作的時候 社科院下面的女士 代表政府招呼我 柯國先生我很感謝你今天來到我們這個機構 我十幾年前 吃了半邊產 我結婚那天 今天因為你來 我才吃了我半個 有機會 分享我半個 當年 這件事就代表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歧 好了 二十幾年後 這一半集是我作出來的 這三個人 又在北京撞頭 又是三個舊同學 逛逛街 中國的學生 已經做了大官 逛逛 他叫身邊的保鏢 喂 有A粉買 快給他買些小三 美國兒子就問 什麼叫小三 蘇聯 俄羅斯 那個俄羅斯 什麼叫A粉 A粉呢 小三之後有幾個妾事 要買有正的奶粉賣 A粉 不是假奶粉 賣一些 正的奶粉 回去給幾個小三 要來為年輕人的 這個就是中國今日 這個官僚主義社會 最腐敗的社會 為什麼呢 他形成到可以娶幾個小老婆 沒有人制恨他 我制到腐敗 他連到整個社會 全部有假貨 賣 賣A粉要排隊 這個不是社會 這個不是社會 在這個社會 人 是很難有一個正確的生活 你想做一個正確的人 正常的人 你很難生存的 所以我一身人在中國 到今天為止 跟大家網友說 有些人說 香港人網 弄了一個親中的人 走來開麥克風 說這些話 他們都傻傻的 我在中國沒有朋友 我所有的人都是工作關係 因為共產黨本身是 沒有朋友關係的 你跟他做朋友 你是妄想的 你看看現在我們國內的片集 最多的間諜片集 全部自己中國人害中國人的 各共鬥爭的片集 你看他片集的對白 他經常強調 慈悲和寬容是很奢侈的東西 你這樣的劇集 不是洗腦 要鼓勵黨員 你不可以有人性 我們共產黨還在被人圍攻 你看他 他在拍古裝劇 古裝劇集宣傳帝王思想 皇帝出來就什麼都行 大家看到的 中國共產黨 其實你現在真的要檢討 在這個20世紀 你想這個政黨千秋萬世 就麻煩你開個保禁 開個傳媒的禁地 正式拿回你現在放在那裡 花瓶的民主黨派 有幾個黨派 正式拿他們出來參政 給他們的地位 將你的人大組織 就麻煩你給民間選出來 監察政府 將你的司法制度 一定要清 陽光政策 現在開始好一點 我去年給了一點點意見 現在法庭開始事辦 法院是有人審的 即是有那個視頻 看著被公開 被人看到 去審案的過程 但他警局也要拜的 你公的局也要 拿公時間也要有視頻 是吧 但他們的制度是非常壞的 不是他們人壞 制度壞加上你去宣傳 那種黨性 現在不是打天下 你再用我這樣的黨性 去治天下實死 他們有權力在手 你怎麼可以在劇集中央台播放 經常強調說 如果你有慈悲和寬容 就很奢侈 不可以有這個觀念 不知道要有什麼觀念才對 所以這些觀念 傳遞知識來到香港 這些人使人左棍 這些建制派 搭檔的共產黨 閉門會議 只要把他們搞鬥爭 全部香港都是敵人 我們不可以稍微鬆一點對他們 那你就試一下不要對 在香港 你就宣佈搞共產主義 全部清場 由你共產黨 帶頭搞共產主義 是不是 我郭先生首先帶頭充功夫身家 從頭玩過 歡迎的 你要跟進的 你總是用泰國出事 都不再跟進下去 輸了百多億 你怎麼向股民交代 香港那些事情他們搞出來的 以前的移民政策 但是他突然停了 你就在這裡玩東西 所以香港是沒有東西 有人玩東西玩到出來的 玩出事的 你那個曾蔭權也是 你弄個黑羅學校 你兒子跟他們 管理公司有拉繩 你是不是整定那檔 將來你退休在那裡蹲 這些歹斯基斯要查 是否兒子進去做事 退休的時候 八月山大王 地盤 幾十萬次 一千元批給他 那個孔教學院 說是在孔子教育中心 搞了十年都沒有批地 對不對 那下一節回來的時候 下一節回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問問題 有些問題可以問的 歡迎大家再打電話 28927889過來 問郭博士問題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我是Mask的麥 今天帶了這首歌 Headliner 送給大家 那首歌主要大概是說 我自己作為Rapper的身份的時候 我會去Rap一些關於什麼的事情 例如 是關於一些 可能是基層市民的東西 可能是關於一些社會 好少人去關心的東西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其實作為一個Rapper 我們很堅信 一定要是Rap一些真劣真話 這幾句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就是因為表達了整首歌 我們為什麼要Rap 還有現在在香港Rap的圈裡面 就是Rap的圈裡面 很多人很標榜自己在一個 Rapper 什麼 Rapper 什麼 我怎樣Lap 怎樣厲害 或者怎樣怎樣 但是重點是 他們歌中 我感受不到那種真 感受不到那種真說話 還有那種感覺 變成那首歌是 很沒有靈魂的一首歌 H-E-A-D-L-I-N-E-R 堅持做Rapper 要Rap出真話 R-E-A-L-R-A-P-P-E-R 堅持到現在Rap出世界真假 H-E-A-D-L-I-N-E-R 堅持做Rapper 要Rap出真話 R-E-A-L-R-A-P-P-E-R Rapper 要Rap出真話 經常都說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什麼叫Real 其實很簡單就是你說真話 你唱真說話的時候 然後就是一個新的Rapper 這幾句歌詞我自己都覺得 挺重要的這首歌 開恨這方圖 沿途踏破多少個網路 Rap出是非真假 我叫H-E-A-D-L-I-N-E-R 香港人我敢講自好聽 郭博士 答客文 大家好 因為就是 剛才說的那些官員 其實有很多都是糟糕的 好像周一樂那些 你無緣無緣無藥回來 都不見很多億 香港有幾樣東西 真的要拿緊的 就是提醒梁振英 你的醫療制度 英國人臨走整個醫院管局 就是害你的 你一定要從頭搞過的 第二就是教育政策 你一定要從頭搞過的 第三就是 居住問題很簡單 你不要以為 整個樓價就有人買的 整個樓價就沒有人買的 他欠周生卡數 100萬層樓有錢嗎 給15萬手企也沒有錢 你只搞一個公屋政策 學新加坡就搞定了 有些豪宅的就有些人炒 是不是 絕對贊成 你很簡單 你公屋弄好一點 你不要當香港市民 像黑衣 那二三八尺 你搞哪科 但是你做一個配套 英國人真是厲害的 整個彩虹村 對面是生蒲江 有工廠大廈 在觀塘建公屋 它有觀塘的工業區 又有工業區 又可以 方便人來上班 下班 你現在全部都是 漫無 哪有用心思考 他們真的整班官員不是開玩笑的 蹲在這裏計算 拿些什麼假期 走遠一點 拿些 飛機的旅程 積分 又去抽水 換錢 又滾自己的卡 就退錢出來 積分換東西 以前做官的那班人 現在全部 只是拿這個信用卡 滾卡 就是拿錢回來 是退回那些 獎券 那些獎勵金 是貪污的 全部都是落鑊的 如果要求司機師下去做的話 那些錢不是你的 你錄完卡 走來支付工費 到時信用卡有錢退給你 利益都是歸回政府 歸回市民的 全部跟進 那些整天的警察 其實 乞丐爭好像熱落鑊 但是人們不會做事 你一埋他家 一按照相機 什麼時候拿一張單出來 收他工 我就不信 那些人玩相機 會鋪鋪給足錢買 是不是 我們收到封了 大佬 你點人上 看好相機 那些人左照右照 是不是給足錢買 那份禮物 有沒有放在禮賓府的禮物名單 古靈精怪 那些人 你看他們的星人上 天天去祈禱上帝 上帝都被你玩死 以前假裝信耶穌 博星官 以前英國路在這裏 每個人假裝信教 你不信教 現在的名校 你不能進入 都要搞埋堆的 假裝裝信耶穌 是不是 害老闆自己錯過位 是不是 你以為我們不知道 你的壞事嗎 有個網友問 現在有個在野公民黨 是什麼差事來的 香港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差事 我跟徐家健熟 沒有問他 他搞過什麼在野公民黨 但香港很古怪的 全世界人一個國家 只有兩三個政黨 香港差不多有十個 證明我們中國人 要自己建立三頭 做大佬 他不是真的為了 社會公義去團結 去為社會公義請命 所以你說立法會議員出來選 學英國人在場 凡是做議員 沒有糧出的 你這麼多選民支持你 你就可以籌款 就不用鬼打鬼 我也想著 我跟徐家叫我 我們走出去搞局 我們走出去參選 我走出去說 我不知道薪金 那選民不選我們 你就活該死 命該於事 那就收工了 我們走出去做義工 我兩餐都搞不行 我需要你幫 你靠我 付出議會人工 你才可以養妻狐兒 你收工 你自己做不行 你有什麼資格幫我 不是大口氣 你連你自己的生存能力都沒有 你怎麼幫人 你吹水 你以前 連英國人那時候的議員 個個都真的有能力 你沒有能力都不會請你做 所以不用出糧 他英國佬 不走整份工的東西 那樣子 古靈精怪 小學未畢業都可以做 會罵政府就可以了 多好做 資筆錢 亂差不罵 找些東西來罵 那你一路了 那你整個 保皇黨 土共 吳家山教書 就蹲在那裏 他有什麼事 陳鑑林 搞經濟 搞他老母 搞 是嗎 他懂得搞嗎 我就管他 大口氣 我們當然不會中招 那些鬼佬設計一套 弄一堆紙給你 你按一層樓賣那堆紙 他一吹雞收工你就做黑衣 對不對 已經黑了 你那個政府沒有腦子的 你完全有監控嗎 完全有監察嗎 你什麼都沒有 大教訓 現在搞的 期子 期權 那些 牛紅症 你沒有抽人水 你沒有陳家強 你這個混蛋 弄個賭場在香港就不抽水 給多兩元前那些 弱勢社群 你這個混蛋 你這個垃圾政府 是不是 要清算這些傢伙 人網就是籌款 因為現在有人說 捐錢我玩一下飛鏢 現在有人說我玩一下就算了 因為人們捐錢就不多 但是我們那個孔子節目就差不多 好像說這個星期夠鐘了 繼續嗎 我就在 十六號人網紀念 我呼籲的 我叫了花彈 如果有人捐錢唱歌 我拿那筆錢就給孔子 賺了孔子節目 不然就賺不了段落 因為都沒有人喜歡 連給少錢 聽我的好節目都不給 就是緣分夠了 不再搞的 有什麼問題 有些網友就問 我們應該收藏物呢 漢人是不收的 為什麼漢人不能收 因為我們漢人的根氣比較利 天生不是那麼鈍 天生 精靈很多 你不可以說他錯的 他適宜西藏人的那套東西 因為他那個天氣好行業 他做大禮拜 開漁航 他給他很多東西玩的 有念召號 有拼經雷 搞來搞去 他可以祈過日神 而且他這麼苦的地方 邊地的人 他給他來生有個希望 就是不適合我們 還有他那個傳統的藏物 是很多婆羅門教的東西混了進去 不是清純的 但是你就算是漢人學佛 你學那個梵文經你也會死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整套東西不是原裝的佛學 如果你們要學人學佛 麻煩你去泰國學 反而是泰國 要去泰國泰國 比較正統 因為我們整個佛學是講智慧的 沒有鬼神的 是無神龍來的 我們佛學徹底 大家有那麼多神鬼 你去監廟 你去監廟你會中招的 你現在進去普通廟 我都不喜歡進去的 入廟反而會中招 中招 當然要中招 因為你在書圍上 以為有一樣東西可以保佑你 變成你削弱了你本身的鬥志 有外面有東西保佑你 雖然你心靈上好像很舒服 入廟拜下神保佑 但是是錯的 你的心靈有神的力大過你 但是在我們的巴黎系原始佛 人的力量至高無上 沒有人凌駕於你 靠自己的最重要 這裡可以演繹給大家看 保佑的力量來哪裏呢 保佑的力量是來自 開放你的智慧 你的視野 你的觀念 你的觀點沒有錯 你看問題很清晰 是這樣保佑到你的 所以我給那篇祝福文 要講講將來的效果是怎樣 祝福文終極的效果 是去到 掌上千秋市 空藏百萬兵的境界 祝福文最後的效果 最厲害 就說 你看不到的你的兵馬 等於我去 我去為我喻喻家姐 籌幾百萬 我油錢不用給的 又不用為人打劫雲韓 捐錢給他 你的智慧 就是百萬紅兵在你心中 你的智慧 看不到的你的兵馬 很厲害 賬上不需要 諸葛孔明 他不需要 有一個兵在身邊 他的計謀就是兵馬 祝福文最後的境界 就去到 掌上千秋市 空藏百萬兵 世間的東西全部是遼子掌 你慢慢唸你就知道 那他破了什麼呢 他破了我們古時有人說的 譬如說在那些 杜家術訴的口訣 彭祖壽祥 蘭子短祖 祖運 金螺猛 太公 即是他們 他們說這些 他們說這些口訣 即是說你的人 有了宿命 但是你念那篇經文 你會拆散他的 你會改善他的命 到了你最早出現的功力 就是你會有一種功夫 祝福文 還有走過步行禪 你會看到的人物 我們的口訣 行創變進退 舉動變如龍 零星之吉凶 你聽過電話 已經知道 吉凶 這個是我們祝福文 將來 給大家有的功夫 所以你去投資做事 是 第一個給你的功能 是你不做錯事 不做錯事 你變了節省很多時間 不用被人碰 他示威你黃洋鑽 那時候你不知道背景 哪個導演套戲給你 你點你上去 人去你又去 你變成 做蠻毛 豉油碟 被人碰 整天都被人碰 所以祝福文功力很厲害 來的 那順便有網友問 既然要我們靠自己修行的話 這個步行禪 應該是正確的 怎麼修法呢 網上有了 體修色彩 有人寫得很清楚 我都寫了 給別人學 還有你們如果看得不清楚 我那個happyhurry.com 我有一個工作的網 裡面有很多寶藏 你們大家慢慢找找找找找到你自己適用的東西 因為那裡有很多 特別有些人 我不知道誰放上去 以前我有個幾課 在文化中心20年前 在文化中心演講 為中國農業大學籌款 說了很多心法出來 有幾堂講座 他們放在網上 在YouTube也看到 你要細心聽 你會聽到很厲害 我們補充一些 如果我經常坐地鐵 我就會在地鐵幫所有人祝福 大家的祝福文 例如坐地鐵哭了 你的心想 我願所有人都可以健康富貴 有智慧 經常這樣念這件事 保佑祝福所有的人 生命都可以健康富貴 有智慧 你坐在地鐵站上用這件事 用你自己的能力去保佑所有的人 是你自己來的 你不用外面的神 你本身就是神 大家要清楚這件事 你幫人祝福 是有感應的 如果你想你的同學 想得清晰的話 同學會發夢見到你 所以這是超越時空的 洩漏一些秘密 為什麼會有夢境的反射 和視頻的空間交流呢 大家不會相信 但是你不要害怕 告訴你不要害怕 我們身邊 其實是一塊 看不到鏡子 包圍著我們 看不到鏡子 鏡子 你看到有反射 但是看不到有反射 現在空間全部是一塊鏡子 所以它可以這麼厲害的反射 而且沒有分開的 超越時空的 如果有一種訊號 譬如你拿著碗 拿著碗水 你走出露天 立刻看到碗有月光的影子 一拿出去就有了 它不會有速度引它下來 連速度也沒有了 那一刻是超越時空的 你超過一千個影子 每一個碗都有 所以可以化身就是這個意思 譬如你做夢 或者祝福人 你一變自己的樣子 無數生在宇宙上 替所有跟生命有緣的祝福 是會有那個 能力出來的 是有的 所以網友說 發夢見多是絕對正常的 但這個是宇宙比較秘密的空間 是一個 流離世界的空間 是肉眼看不到的玻璃世界 它有纖維 很微細很微細 要用辣 它比辣米技術還微小 大自然 整體 所以它互相維持著力 所以九大行星都不會 阻撞又撞 一定 你去到某種環境 你一證到這個科技法界 你對自己修行的法律 你會有信心 因為現在人們不知道 就當自己沒有信心 你將人和宇宙分開了 但你沒有分開 你想就有了 所以那個印度電影 那套秘密 大家真的要看 你看多一點 這個不是我們虛構的 是做了很多實演 在外國的科學家 拍了一些事跡出來 是證明到我們說的話 你的心量是可以這麼大的 所以大家有信心 我們一個報行時的祝福文 報行時不讓你健康 以及將世間這麼混亂 的程序 這麼混亂的時間 你有回秩序 很少人有秩序 還有你很少留心自己呼吸 你用養分 你用不清 到你呼氣的時候 很多人呼不清 二氧化碳的毒素 就留在這裡 六十幾七十歲 我沒有頸銀 沒有很少頸銀 你練功練得好 你就有很多 最重要是讓你不做錯事 第一步 你不會做錯事 到將來你又福氣了 那個前傷為什麼那麼重要 那個前傷就是要來 你收那個因果力 你那個宇宙的反射的因果力 你每日一百千下去 那個宇宙就起反射 在那個流離世界 他回向回來的因果 他就會感應到那個力 來給你 這是一個非常深奧的學問 所以 你擺一毫子也可以 你每天擺一毫子 好過你一年 擺一萬元 那個力 會持續性 特別要家人做 家人做 他有福氣 你就沒有那麼辛苦 家人沒有福氣 辛苦他都會扯住你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 因為都有緣份 因為當年 耶穌只有十二門徒 佛祖只有五件 但今天我在網台上 都應該有幾十人 好像在學報行禪 祝福文 起碼都有幾十人 因為很多人都被貼我 都不少人 希望大家把這個好的學問 傳播開給我們的同胞 這是希望改變中國人的迷信 封建、漁木等的國運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有什麼問題 繼續他們 亦都想問一下 郭博士 既然說了修佛 那麼重要 應該怎樣開始 有什麼正統的門道可以修行 我那個網友都已經有了 鋪了你上去找些才藥店 找來看 溫書查一下 查到你真是不明白 你告訴我便可以了 到時有什麼不明白 再問郭先生 然後有人問一問 現在歐羅之後會怎樣呢 又關於財的問題 歐羅永遠都去不了 因為為什麼呢 將來都會危險 特別是美國 以前我沒有說 因為美國現在那個 財政部長傻傻的 又是學院派教授 又是學院派教授 你搞到現在銀行沒有錢賺的 長債的息口 那麼少 那些大銀行呢 你怎麼可以說那些錢全部都放出去呢 很難放的 你借錢都要慢慢搞手續借出去的 所以他們的大銀行 存款多些 他把所有的存款都收回來 他就跟著可以買你美國的長債 你息口高嘛 他坐在這裡賺錢的 但是你搞到現在的長債 和堅持一樣 那就糟糕了 那你銀行生那麼難做 那你有那麼多枯數 所以美國在明年 是大鑊危險的 歐羅你現在 就算現在他們搞什麼 發生也沒有用的 你搬籌碼轉來轉去做一個假象 頂檔 拖遲一些橫印 和你左洞塞漏 七個蓋蓋 十個瓶就變棄法 你變不了 你輸了那些錢 去了哪裡呢 長期都是弱的 但當時他們在炒價很厲害 好像上個星期 他們在澳洲突然赤裏 坐回來上去 殺了錢 澳洲佬你們大家不要亂鬥 澳幣政府 政府做了妝 他拿妝 他們有份參與可以做妝 他們可以做了妝殺 他知道 他公佈說減息 全世界公開出來說減息 製造到這些人過 減息實跌了 過了沽空 一回頭上 就殺到混蛋了 所以那些東西 不是你們普通人來玩的 所以 這些遊戲 你要很敏感 知道你那個慣性在哪裏 他在一個莊家 因為你香港最難又怎樣 你那個 外匯的交易 你們看不到最嚴重的那一陣 哪個大莊出貨 哪個 在哪裏交收 最新的資訊 你沒有 你看那些二手資訊 全部都是二手 二手的 你看你不清晰的 你世界只有幾個大莊家 但你看不到 中央那個地方是很厲害的 保安是比六角大廈更厲害的 保安 不能進去 他是開箱數 當然 他只有幾個人控制了 有個其中是我認識的人 以前 他一天開出幾千億美金 幾千億美金 很厲害的 那些 你那些人賺錢11歲 在我們那些世界市場來說 一千億港幣那些 只有一個兆字 一千億美金都沒有用 只有一個兆字 對呀 只有一個兆字 很厲害的 在那個賺錢上 你那些人不知道 你說你的金融官 不是說得罪你的香港 財金經驗 你見過那些 只是現金銀行嗎 你問他們見過 只是現金銀行嗎 在某個情況之下 不能用得檢查 全部交收要數錢的 現在改良了 我們找個煙仔盒 在一袋鑽石 做交收 打一袋鑽石方便 但你不會收你的 不止鑽石真還是假 很多國家的賣賓火 都要數美金 人家立即要用 就算他在交易 他用現金 有時候開工 那些銀行 你見過沒有 做財金官員 你見過這些現金銀行嗎 你現在還沒見過 年輕人 是不是 你不像 人家餐人 搞財經 你就搞財經 隨時可以提 提提提提提 幾億元美金給你 cash 你香港有嗎 又說什麼外貨管制 又說什麼 又說用黑錢 洗你老母 全部控制了 不用交收 是不是 你不像 政府要發瘍 以前英國人統治 美國來調查廠 英國人自己工商署 打電話給香港製造廠的老闆 下個禮拜美國人來了 你幫幫忙 這樣啊 世間怎樣拿正來做 拿正來刨到正都沒有木 你老母 那年我拿張A卡 整兩萬元旅行支票 又要登記 又要查什麼查什麼查 三世五制 人做你也要做 有些事情 只是說而已 你拿正來刨到正來 整個社會死了 人家的錢就不來 你香港就去了新加坡 現在 現在就去了新加坡 現在就算我做盤 我都不在香港做的 我為什麼要光顧你香港銀行 貪你貴 又不靈活 是不是 人家交收一兩億美金 打電話 連名字都不用簽 不用簽名 很複雜 你香港地 你是不撤的 你現在整個 香港政府 你的財政司又不是讀財政 是不是 這真是好笑話 你拿來搞啊 你的金融局 你為什麼要讀社工 搞整個金融市場亂了 整天出事 打開那些股票市場 一半個仙的股票就有 你搞來替死嗎 有人捨 你就叫勢變大 那些人很難看 不懂事 我不是經常說 我們作大 我們真的有料 大佬 聯繫匯率是否應該脫鉤呢 這個涉及很深刻的問題 這裡要提 這裡要提醒中國政府 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上一個星期我看到新聞 他說他們現在不知道人民幣和日本兌 不經美金價格的市場 同一個國家 自己私自兌 省30億美金一年 計算數 共產黨 共產黨我警告你 你每樣都可以鬥 你打個欺負 不用美金對你不鬥得 你一定不要這麼快自己帶頭破壞美國人這個權威的遊戲 因為你是周身矮 有些人美國在一兩年前知道這些人搞這個遊戲 所以現在他們要圍攻中國 戰靶 打伊克維這件事 伊克帶頭 阿薩沒有那麼感恩 屎花痕跡 石油交收 用歐羅隊 他是 他有可能 你對他 他就把這個問題放在電腦上 那個電腦一彈出來 就要撞 不用開會的 電腦給你一個決策一定要打他 否則影響你的世界霸權地位 現在中國共產黨不知道被誰害 中國政府 不知是否有些人蠶神 你梁錦松腦害中國政府都會罪的 又怎麽買黑石機 拆東西 賺多少錢 自己一定有勇回 他們哪有疼國家 現在中國政府首先要停止在外出收靠 賣單單東西和收靠都中招 每個人有抬底錢落袋 拆出來照他把不家產廢就對了 但美金你不能鬥得的 中國政府 你不要先做爛頭捉鬥 美國一定會罵你的 千萬百計罵你 因為你危害他那個世界第一 所以這些是有人 怎麼中國政府做的 表面說你這樣直接對 就有幾十億美金 中國政府很嚴重 20年前美國政府都開放了 那些給你的 逢是高降子弟來美國讀書 成績不好都收你的 他讀完之後就回去影響你國運 影響你那個老爸 現在你安插了美國 那些中國的金融機構 那些重要的暴民 全部都要照廢的 他給錯誤資訊 你會中招 我只是跟這個交收 不用美金打個欄 他抽了你一點點水 你省了三幾十億 美金 但你會死的 因為美國的全部政策 立即要調轉頭來圍攻你 大哥 現在他的美金地位 也沒有什麼人代替 還有他的系統 你們不明白 他等於你拍電影 如果中國人投資 拍臥虎藏龍 你又不家產 哪拿到金像獎 你睡醒了沒有 所有全世界 繁華城市的戲院 他們的集團都做了 燃疏公司 投保你的電影 不用付本錢 他們就用口說 銀行借錢給你 去拍電影 只要保障公司有保單 它是一條龍的 你進不了手的 好了你的美金 現在你共產黨死亡 不用去搞它 你真聰明不切 不知誰誤導中國政府 希望今晚說些話 提醒他們 你不能鬥的 你當作東西 一定會射你的 你想一下他兩年前 就是收到封你中國 想說自己去搞那個外匯隊伍 現在你變成 連巴馬也有個基地 外蒙古也有個基地 巴馬也有個基地 是不是 現在到印度 都說要買最先進的 傢伙給他 你共產黨聰明不切 老實說 我告訴你 我在沿海發動地區戰爭 趁你有流感的時機 你派幾個人有感冒進去 你都混蛋了 跟你搞到周圍城市也有流感 是不是 然後發動地區戰爭 封鎖沿海海峽 你立即拉閘 澳門也要收工 就算早幾年 03年我沙士 長多半年香港做黑衣 那些酒店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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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別以為中國很強悍 你沒有了道 發動地區戰爭 多謝大家收看 今晚的酒色財氣又完畢了 下次再聽 下次有機會繼續 拜拜 拜拜 香港人網 感覺自好聽 我是JJ賈曉辰